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年多新法乡的过程 我感觉对自己那种很坚定的毅力是加分 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比较没有一种很坚强的毅力 做事情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这样持续 那因为有这样的因缘 我觉得说我的改变 就是我的很坚强的毅力 连我自己身边的人也是在后面的支持 所以我现在才有办法每天来聆听上人开示 我家就住在护圣礼活动中心的附近 看到那些老菩萨弯着腰 很高兴地在那边做环保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高兴 应该是他们那种无私的奉献 所以后来自己也去体验 然后就带着同修一起投入 可以去付出就是真的要把握时间 上人也是一直这样子在提醒我们 要无所求的去付出 要一点一滴的来累积之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